影视剧中常有乱臣贼子夺玉玺,抢黄泉的桥段,大家为何要拼个你死我活,抢夺这四四方方的玉石,依照样式再做一个不行吗?在中国古代,黄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,而所有的权力和合法性象征都凝聚在一件传奇的宝物之中,传国玺,这没玉玺,不仅是黄泉的象征,更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标志。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他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玉玺之一,见证了无数王朝的兴衰更替,但随着时间的流逝,传国玺的下落成了一个谜,其背后隐藏的故事。 充满了无尽的悬念和奥秘,在唐末年间,天下大乱,群雄并起,每一个有野心的人都梦想能够坐上那至高无上的宝座,成为天下的主宰。 然而,他们都知道,要想让自己的统治合法化,仅凭军力和政治手腕是不够的,必须要有一个最关键的元素,传国玺。 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代表了无上的权威,更因为它象征着寿命于天,是天意的明确赐予,在人们的心目中,谁拥有传国玺,谁就有资格成为真正的皇帝,欲喜争夺的根本是其皇权的象征,在现代。 发布公告,开具证明时,都需要盖上公章来证明其合法性,而这一举措,早在数千年前,就已经开始实施了。 古时帝王发号施令,批阅奏折,传达旨意时都需要以印佐证其真实性,而这个印章就被称之为玉喜。 据说,最初开始使用玉喜的人,是中国历史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嬴政,他规定当时皇权所用的印章称为喜, 而臣子,平民用的印章为印,用一枚印章,就能体现出独一无二,至高无上的皇权,秦始皇将权力全部集中于中央。 聚集在自己手中,说明秦始皇在各方面,都在不断完善中央集权制度,而玉喜传世以来,就有这样的说法,没有玉喜印章的帝王诏书,是不能够号令天下的,没有印章的文书,也是无法执行的。 这是自秦汉以来传下的规章制度,世人皆认为玉喜乃皇权的象征,没有玉喜印章的诏书,形同虚设。 于是争夺皇权的第一步,就是得到玉喜,无论是反叛逆贼攻入皇宫杀皇帝夺天下,还是心急谋臣朝野之中设局,都是对这玉喜虎视眈眈,而正统之下的纪委,也是需要通过玉喜的传承。 来移交皇权,此外,传国玉喜也具备了实际的政治功能,它不仅在加冕典礼、封赏大典等仪式中使用,更在日常的政务处理中发挥重要作用。 传国玉喜是国家的印信,承载着国家的重要政令和命令,君主使用玉喜来签发法令、政令等文件,标志着国家权威的认可和政治决策的实际落实。 因此,夺取传国玉喜不仅象征着合法的统治地位,也意味着掌握了实际的政治控制权,在社会心理层面,传国玉喜还对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 古代社会重视仪式和符号,而传国玉喜作为权力的象征,在社会心理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。 人们通过传国玉喜来认同君主的合法地位,将自己的命运紧密联系在国家和君主身上。 因此,夺取传国玉喜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一次权力争夺,更是在社会心理中创造了一种新的认同框架,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和情感共鸣。 总之,传国玉喜作为古代权力的象征,在政治、法律、社会心理等多个层面具备着深远的影响,夺取传国玉喜意味着获取合法性、实际控制力以及社会认同。 是古代人造反当皇帝的关键一步。 它不仅是权力的象征,更是权力斗争和政治传承的重要节点,留下了丰富而令人神往的历史故事、历史的承载。 传国玉喜不仅是一枚物理的玉璧,更是一本古代历史的厚重编年史,它是历朝历代的见证者,承载了无数帝王的兴衰荣辱。 是一个国家的记库和历史长河的一个个节点,每一枚传国玉喜都有其独特的故事,伴随着不同朝代的更迭而传承下来,从最早的姚舜宇时代到秦汉。 唐宋、明清等历史时期,每一次传国玉喜的更替都意味着一次政权的交替,一个时代的开启,夺取传国玉喜,就如同夺取了一本关于国家命运的史书,使得造反者有了历史的参照和背书,更有力地凸显了他们的合法性和权威。 后汉书中有载,汉代帝王有六块玉喜,在颁布不同内容的诏书中使用,比如说信喜,这是用于发布与祭祀相关的圣语,而到了唐朝年间,帝王又增设了两块玉喜,这还不是最疯狂的,清朝的帝王在位期间将玉喜的数量增加到了39块。 好在,乾隆皇帝觉得玉喜没必要那么多,就将其减少到了25块,但这个数量还是很惊人,但是,这些都不是传国玉喜。 那么,传国玉喜是从哪个朝代出现的呢?答案是秦朝,相传,秦王嬴政统一了六国后,就命丞相李斯去开采了珍贵的蓝田美玉,将其制作成为了传国玉喜。 也有另一种说法是,嬴政是在得到了赵国的和氏碧后,将其改造成了传国玉喜。 此外,在这块玉喜上还雕刻着寿命于天,祭寿永昌八个大字,秦始皇期待着,大秦帝国与传国玉喜能够传承万事。 可在他并亡于沙丘后,太监赵高私自用了这传国玉喜发动政变,用立了嬴政次子胡亥为继位新军, 但这胡亥不但荒于政务,还残忍暴虐,逼得天下臣民,纷纷举兵谋反。 此时的赵高为了保全自己,就将胡亥给杀了,还拥立了秦子英上位,想要以此平息众怒,可此举显然是行不通的。 天下已经对大秦失望了,公元前207年,战火燃烧到了都城咸阳,刘邦率军入关,秦王子英出城投降,并献上这传国玉喜。 之后,其军中最强的两支队伍,也就是刘邦与项羽所带领的军队,为这天下相争了四年。 刘邦赢得了最后的胜利,建立了汉王朝,而他也拥有了传国玉喜,从赵高利用传国玉喜,拥立胡亥。 秦子英以传国玉喜献于刘邦这两件事中,似乎能看出,这枚玉喜应该是与黄泉挂钩的,既然传国玉喜等同于黄泉的话,为什么这些篡位的帝王不重新做一个属于他们的玉喜呢? 首先,是由于古时候的人们指认最初的,也就是秦始皇的那枚传国玉喜,如果后世帝王复刻的话,就相当于做了个赝品,这样一来,这个皇帝在天下人看来也就是个赝品了。 其次,可能除了当朝统治者和雕刻的工匠外,没有人见过这枚传国玉喜,就算想复刻,也没有复刻的原形,可能看到这里,会有小伙伴想说,找到当年制造的工匠, 再造出一枚一模一样的,这样就不用争抢了,但是,私自仿制玉喜是杀头的大罪,工匠肯定是不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冒险的。 每一个朝代在交替之时,都会有一个仪式,作为交接,很多情况下都是上一代皇帝退位,或者善让让给下一个朝代,然后新的朝代开始传承与发展,中原王朝并不是孤立存在。 也不是随意更换,每一个朝代要想建立,就需要进行思想上的改变,中原王朝时代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寿命于天,代表天的旨意来管理天下的庶民。 这对于封建王朝的统一来说,事关重要,只有获得了这种征朔的地位,天下才能交给新一代的管理人去管理,对于这种传承有序的文化,逐渐就被造反的势力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了下来。 玉玺作为前朝的重要的信用保证,对于自己建立征朔有着莫大的帮助,但是在这个时候也要考虑自己的实力。 如果自己的实力足够,玉玺会给你锦上添花,如果在争夺征朔的过程中,自己实力不强,得到了玉玺,反而会成为他人的猎物,如果在私自制造新的传国玉玺,就不会得到认同,很可能会被反叛。 所以,中国王朝对于正统观念认同感很重,能够拿到传国玉玺,起码让别人更多认同了你的合法性,但是如果你再造新的,那其他人也可以制造新的,认同感就少太多。 玉玺作为中原王朝权力的象征,它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宝物,在国家破灭之时。 玉玺作为权力的象征,如果被一个强势的势力获得,那么对它的影响力都是一个不小的加成,民间各个方面的势力都会更加倾向于它。 所以,在造反派的眼睛里,玉玺是通往最终胜利的金钥匙,但是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要讲究实力。 如果实力不到,这把金钥匙很可能会断送一个势力的前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